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让他彻底醒悟 他终于明白 不能再一味地退让和妥协 必须要找到阿祖法 为阿祖法讨回公道 康特现在可以说是对母亲深恶痛绝 曾经的亲情在母亲一次次过分的行为下被消磨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愤怒与失望 母亲可能也没有想到康特昨天会如此坚定 她一直习惯于掌控一切 习惯于康特的顺从 却未曾料到康特会有如此强硬的反抗 她一次又一次地赶走阿祖法 其实是知道康特并不会拿她怎么样 就像之前小编说的 母亲的肆无忌惮正是康特给她的底气 她仗着康特的软弱与孝顺 肆意妄为地伤害着阿祖法和她的孩子 然而如今康特的愤怒和强势 其实让母亲也束手无策 阿祖法为了家庭努力付出 而她和年幼的女儿却因为康特的软弱和犹豫不决不断陷入困境 康特的迟来觉醒让人们不禁为阿祖法母女感到心疼 也为那些错过的时光感到惋惜 然而 现在的觉醒也并非毫无意义 至少康特已经开始行动 为阿祖法母女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尊严 但就是不知道阿祖法在经历了如此多后 还会不会原谅她呢 今天阿东也给大家推荐这款大品牌洗洁精 厂家为了充销量 现在19块9到手三大瓶还包油 去油效果强 还温和不伤手 它是从稀有里面提取的植物精华 还特别添加了小苏打 还可以直接清洗瓜果蔬菜 最主要的它还是一类的呢 以后洗宝宝的奶瓶餐具就用塌了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着优惠还在 赶紧选购吧 康特在漫长的一天里 不懈地寻找阿祖法母女 但结果依旧是徒劳无功 随着夜幕的降临 他只能带着失望和无奈 骑着摩托车返回到了工地 当他抵达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 母亲和吉尔纳竟然再次出现在工地上 康特没有犹豫 他再次展现出了坚定和强硬的态度 要将他们赶出去 尽管母亲尝试着用各种方式来示好 但康特的心已经变得坚硬如铁 他明确表示 在母亲连自己仅有半个月大的亲孙女都能狠心抛弃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次强硬的驱逐之后 康特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过去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如同沉重的负担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虽然他在这场斗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 但这胜利的背后却是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康特深知 要想彻底地将母亲和吉尔纳赶走 他必须满足莫森的要求 尽快还钱给小伙凯尔 这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且阿祖法现在也是下落不明 这让他痛苦万分 所以我们会去除了 这让他感觉很久 所以我们已经在来 然后我们把荒野凯尔 把荒野凯尔 和倒下来 那么多的荒野凯尔 那么多的荒野凯尔 所以我们将其他感觉 我们的荒野凯尔 我们要求我们的荒野凯尔 我们的荒野凯尔